各位观众又到了我们中华队名将列转时间 而上礼拜我们看过了学龄之后 这礼拜的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版的概念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次要一次介绍两位控球后卫 都是中华队非常出色的当家后场 分别是言行书还有陈志忠 那么既然讲到这两位绝代双控 我们一定要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球评 也就是健行科大的教练刘孟竹 一起来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两位球员 刘教练你好 靳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事实上大家一定也很好奇 为什么要请刘教练来跟我们聊 言行书跟陈志忠呢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们之间有什么怨怨 因为在就读往昔国小 以及在永和国中实习刚好 这两名中华队的绝代后卫 就是我的队友 真的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不清楚这层关系 而且有句话说得好 没图没声响 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非常多的 算是一个独家的图片 让我们看着照片一起来聊这个部分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些照片 是不是可以请刘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大概是什么时期的照片 这是我们在就读往昔国小时期的一些照片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当时是可能在学校校长的受奖 不过我刚刚听到一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你在球队里你算是学长 其实在年纪上面来说呢 言行书跟陈一松应该是我的学长 但是在进入网易馆篮球队的时候 我是比他们两个早加入球队 因为我小学四年级我就先加入球队 然后言行书跟陈一松则是五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加入球队 那这个部分到底有哪一位是言行书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画面上 就是我们现在的右手跟教练的右手边 这一位就是言行书 好 那个你在哪 我是左下角 OK 对 应该很好认 因为个子最小就 那有陈志宗吗 这张有陈志宗吗 我的另外一边这个 这一位就是对 右下角 对 真的也只有有拍照的人才会看得出来 不管是解析度或者角度 这对大家实在考验非常深 好 那么延续下来当然我们也好奇了 不管是国小或是国中 这时候一定队友之间 大家一定会好奇说 到底谁那时候比较强 不管是言行书或者是陈志宗 甚至教练你自己 你们觉得那时候你们的实地大概 这个排名大概在哪里呢 国小的时候 那当然那时候应该是算 言行书算是非常有天才的一名选手 那当然我可能比较早接触篮球 然后再来就是 陈志宗在当时在国小 可能就没有像他之后 有这么大的发现 那国小当时是属于比较替补的球员 他是到国中之后他的非常努力 所以造就了他现在在篮球的地位 OK 好 那么国中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排序吗 以前我们现在所知道 他们未来在不管是国家队 甚至在他们在职业的时期 都是打着控球后卫的角色 那其实在小学的时候 甚至到国中的时候 那当时其实控球后卫是我 那言行书则是比较全面性 他可以打到三号位 甚至他可以拉到四号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 不管在国家队 甚至在职安时期 你可以看到言行书是我们这一辈里面 少数在控球后卫可以做到 第一位Low Post 单打的控球后卫 好 这个部分等一下 我们当然可以再透过画面 再仔细地聊聊 那么接下来既然刘教练你说 言行书可以说在那时候 他的实力是特别突出 那我们就先从言行书的部分 来看他的画面 好 首先那我们来看到了 其实就是言行书在职兰时期的画面 他在职兰二年就加入到了CBA 而且是加入到台瑞战神的时候 当然那个时候在CBA时期 其实也就像是现在的 XBO跟UBA一样是完全的切割 所以当时的言行书跟陈志忠 他们可以算是少数 当时还在旧途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跳入了职业球场的球员 当然言行书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当初在开始CBA时期 你就看到他受到教练的重用 而且甚至你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 就可以在球队 占有一个先发控球后卫的一个角色 确实这个部分 我有查了一下当时的教练叫钟之盟 第一年他的出赛场势就达到43场 可以说以一位菜鸟来讲非常不容易 尤其那时候他也看不到画面 其实CBA都是以洋将为主的一个 算是联盟 所以可以看到 言行书有这么多的发挥空间 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而且他在直篮的第四年 他就拿下了助攻王 是不是可以请刘教演谈谈 就你来看他的传球视野这个部分 当然你可以看到言行书 在CBA时期 你可以看到他的外线攻击能力 再来就是在一个 不管是跟洋将的对抗 以他183公分的一个身材 担任控球后卫的角色 确实在当时要占有在控球后卫 非常大的一个身高上的优势 加上言行书本身 他的传球视野 跟整个篮球的观念 智商都是非常的高 所以当时他可以在 这么年轻的一个年纪 在CBA就可以身在太队战争 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霸 后卫的角色 而且针对一些年轻的观众 可能不知道 原本直篮的前面三年的助攻王 是谁 是周俊三 那他终止了周俊三的助攻王 三年霸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甚至在等于1998年 我也查到一个部分 他在第一次打季后赛之后 第一场比赛 他就创了一个单场十一助攻 等于是当时CBA的一个 助攻的单场记录 那么这个部分也可以谈谈 是不是他的胆识真的特别好 只能说他的这个基本动作 是非常的扎实 因为从国小的训练 其实可以看出来 他不管是运球的技巧 跟传球的视野 跟传球的能力都非常的好 所以让他在CBA时期 在跟不管是洋将 或是一支国手级的老大哥搭档的时候 他可以说 可以看到任何的一个角度 甚至很好的空档 他都可以给予非常棒的一个助攻 那当时像你们自己在想 有没有想过说 自己的同学都那么快打到直来 这时候你们有 那时候你们有没有特别觉得说很压抑 或者说早就觉得他有这个本事 当然以当时的炎宜行书来说 他从国小开始 就也看得出来 他在球场上就是有一点天才型的球员 那特别是他在国小时期 他担任过不管是三号位 甚至到国中时期 他也担任过四号位 从高峰开始转型到空球后 一直到他的职业生涯 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球场上除了五号位 没有担任过之外 他其他任何位置 他在每一个时宜都担任过 所以看得出来他在最后到这个 不管是中华队 甚至到CBA时期的时候 你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成熟 跟在球场上处理球非常稳定 甚至一个非常聪明的一名球员 延续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看 他绝对不是只有在CBA表现很出色 也因为应该可以讲说 在CBA的历练之后 让他在国际赛也大放异彩 我们看到的画面 现在是1999年的穷斯杯 当时中华队是队到纽西兰 而且这一批的纽西兰其实 实力也算是相当好 平均身高达到197公分 而且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先直接跟大家 稍微预告一下 这场比赛 原型出之后 自己在接受采访说 他认为这是他在职业生涯 应该说国际赛生涯 最棒的一场比赛 所以你可以看从这几次的处理球 不管是三分线的跳投 甚至代步的中继 急停跳投 甚至在切入甲船之后 可以去靠近篮筐去 得到一些进攻 是出手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 爷爷叔 可以说是真的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一个 中华队的控球后卫 而且我觉得 因为他的身高是有达到 182公分到183公分 其实这对于当时可以说 在90年代的控球后卫来讲 应该在亚洲战场 已经算是非常吃香了 没错 因为当时的控球后卫来讲 普遍当时的 不管是周俊三 林健平 甚至李云光等等的前辈 大概都是173到174的公分 所以爷爷叔 当时183公分 在控球后卫这个角色 至少在国内来讲 都是高出对方 那个10公分以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这是1999年 而且等于中华队 他可能也才刚开始打国际赛 甚至是披上中华队的战袍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那种 算是菜鸟的声色的感觉 打球或是处理球 感觉都非常的果断 你看现在画面 观众都对他只能膜拜 为什么呢 他三分球一直是 疯狂的狂飙 而且该切的时候 他也毫无惧色 因为从国小的历练 不管基本动作 扎实的训练 甚至到这个 到职业联盟 甚至到了中华队时期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严英叔已经算是一个 非常早熟的一名球员 觉得处理球 并不遜色于他当时的年纪 你可能会帮他再加十岁 确实有这种感觉 那我们还是可以再讲一下 纽西兰这场比赛 为什么这么难得 因为这场比赛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其实在 这是8月6号的比赛 那么其实在8月5号 也就是中华队在前一场比赛 发生得非常震惊难谈 当时跟菲律宾打架的事件 其实就在前一天 那只有在隔一天 才在24小时之后 就中华队就打得这么出色 这么稳定 完全没有说到前一天 跟菲律宾打架 然后出这些状况 这些事情都没有影响到中华队 不管是个人而言 或者是团队而已 我觉得这真的都非常难得 这件事情 是 而且我这边还可以再补充一下 这场比赛 最后 彦兴树一个人 三分球十投七中 他一个人轰了三十分 在国际赛 而且当时的纽西兰并不是一个 说来玩玩的球队 当时他也本来是 锁定要来拿冠军 而且平均身高 或者是整体的实力 都非常的出色 最后中华队 是以六分之差 击败了劲敌纽西兰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彦兴树 最后他会讲说 这是他国际赛 觉得他最过瘾的一场比赛 那延续下来 也因为赢了这场比赛 隔一天 中华队就要跟韩国队 来竞争冠军 不过这场比赛 比较可惜的就是 因为可能 这种连续征战 顶尖的球队 对于中华队的一些 球员的体力 或者声势一些表现 确实打了一些折扣 更不用说 韩国队一定也有 看前一天的比赛 知道该守谁 那么在这场比赛 叶树的表现 就没有像前一场 对纽西兰那么样子的抢眼 他那场比赛 前一场是攻下三十分 他这场攻下了十一分 那么我们在透过这些比赛 画面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是可以请 刘教练谈谈 你觉得那时候 为什么他在国际赛 也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呢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刘教练谈在球技上呢 可以说是非常照熟 而且是非常沉稳的一名球员 再加上打国际赛 他拥有183公分 这样的一个控球后卫的身材 所以让他在 不管是亚洲杯的一些赛事 甚至国际赛事 他并没有在身高上去 有一些劣势 那你觉得在他的个性方面 就因为毕竟你跟他认识这么多年 你觉得个性的部分 有没有帮助他 就是在打这些国际赛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对自己本身的一个信心 他对他自己从国小 就是单独就有 不玩任何的杯赛 打完他可能就是 有不过迎新球员的这个奖项 他绝对是不会有人选 在国中高中等时期都是一样 所以他对他自己在球场上的处理球 跟自己的自信心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剩于当时 我们这个同年级的球员 好那么按照惯例 我们每次的中华队名价列转 不管是谈到哪一位球员 我们一定要讨论的就是 就你来看 言行出他的必杀技 到底是在什么部分 我觉得他的必杀技 应该是在他的 整个三分线上的跳投 跟带步的中距离跳投 那当然包含了他在七路之后 他可以去 在新二线 不管三线斜坊之后 他可以给予四十个助攻 我想这次言行出在球场上 可以帮助到队友 也同时是对方最难守的部分 好那么也非常谢谢 刘教练先跟我们分享 在这个言行书的这个部分 那既然我们刚刚前面也讲到了 今天是一个双拼的概念 那看完了言行书之后 我们自然也有必要 好好去了解一下 陈志宗的部分 不过观众不要急 我们还会有下集 一起请刘教练来跟我们聊聊 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志宗 感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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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众